我们来看看赵新童与炯哥威尔逊的决胜局大战 炯哥一直被球迷称为最强90后 而赵新童现在在一批90后球员中也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让我们来看看两位90后中的强者在决胜局中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威尔逊连攻带手打进远台红球 只是现在白球的位置不怎么好 如果还想继续进攻的话 那么只有球队最左侧单独这颗红球 但是这样绕台风骚的走位风险很高 因此威尔逊还是选择先贴球防御杆 不过现在球堆还没有完全散开 这杆斯诺克赵新童并不是很难解 在前一期的视频中 冯凤曾给大家做过赵新童与炯哥的数据对比 比威尔逊晚6年进入职业赛场的赵公子 目前正处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冤风时期 随着赵新童日益成熟 或许真的有一天最强90后的这个称号 不会再属于种哥 而在决胜局中 赵新童凭借着自己犀利的准度 上手之后一杆就完成了清台 并且在最后时刻还秀出了火箭的速度 把捡球的裁判累得够呛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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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